所以呢,四字餐是介紹動物的運輸,就是體內的物質運輸 那我們要先介紹就是,動物的話它是有循環系統 不像植物,植物沒有循環,植物叫做 這叫什麼?尾管樹,它是一種什麼? 組織,對不對?但是這個動物是屬於很多器官的,合起來叫系統 所以我們這個單元會介紹到哪些器官呢? 重頭戲是哪些器官? 心臟,血管,還有什麼? 還有裡面的血液組織,對不對? 這是最主要的組織,沒錯 好,那我們先介紹動物的循環系統 動物呢,其實不是所有人都跟我們 所有生物都跟我們人一樣喔 心臟血管,還有微血管 有些生物沒有微血管喔 什麼生物呢? 這世界的動物呢,的循環真的兩大類喔 一類是像我們人類,這種叫做什麼呢? 我們叫做閉鎖式循環 閉鎖式的 那另外一種叫什麼式?閉鎖相反叫什麼? 開放 開放 閉鎖就是關起來對不對? 那另外一種叫開放式 好,那閉鎖跟開放的差別在什麼地方呢? 閉鎖的話像是人類喔 我先介紹,像人 像我們人 還有像是貓、狗這些都是,對不對? 還有蚯蚓也是喔 蚯蚓也有一些塊 蚯蚓 那開放式的話呢 主要講的是昆蟲 像是炸猛 蟹蟀炸猛那個 昆蟲 知道什麼是昆蟲嗎? 就是六隻腳的 大部分都六隻腳 螞蟻也是喔 很好,對 昆蟲就是六隻腳的 還有呢 還有什麼是開放式的呢? 比方說像是蜘蛛 八隻腳 還有 這個季節最喜歡吃什麼蟹呢? 大雜蟹對不對? 螃蟹也是屬於開放式的 就是呢 這種動物動的特性 他身體都怎麼樣? 一節一節的,你知道嗎? 會脫皮 所以像那個蟹老闆也會脫皮對不對? 有看過嗎? 他會脫殼對不對? 好 那什麼叫做閉鎖式呢? 閉鎖式的特性就是 他的血液呢 不會離開他的什麼? 不會離開他的血管 你知道嗎? 你的身體的 你的紅血球 一定裝在什麼地方? 一定裝在血管裡面 不會跑到外面去 你知道嗎? 這種叫做閉鎖式齁 就是 血液不會離開什麼呢? 血液裡面的血球 不會離開血管 不會離開血管 正常來說 大部分都不會離開血管 就是特別講的是血球的部分 那第二個 我們具有一種很特殊的構造 具有微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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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相反的 另外一種生物它們怎麼樣? 我們具有微血管 不會離開血液 那 這種生物就怎麼樣 你可以問它會怎麼樣嗎? 血都會怎麼樣 它會離開什麼? 血管 那去哪裡? 去跟你身體的 肌肉 混在一起 你知道嗎? 它會這樣子 所以 它身上的血跟它的肉 都混在一起 我們的血跟肉 是沒有混在一起的 所以它們的血液 直接和誰接觸呢? 直接和它的組織 直接和組織接觸 這樣好嗎? 有好有壞 通常我們這種比較有效率 它們這個比較沒有效率 因為它們混在一起 所以 到底養分 養分跟廢物也跟這些組織都混在一起 接觸 那請問它們有用微血管這個構造呢? 我們有 那它們就怎麼樣? 沒有 不具微血管 無微血管 好 那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們可以用個圖來表示 就是呢 我們人呢 也是一樣 我們有心臟 好 這個必所事的話就是 我們的心臟呢 我畫個愛心好了 心臟呢 有管子 我們心臟 我們以後會學到有動脈跟什麼脈 靜脈 動脈就是把血怎麼樣? 送出去的叫動脈 它會隨著心跳一起跳 所以它叫什麼脈? 動 因為它會動 動脈就是會動 好 這個動脈呢 把血送出去 然後呢 它會怎麼樣? 它會到一個很 一個地方之後 它就會分支成更細小的什麼脈 不是脈 微血管 好 你可以想像就像一個高速公路的車子 車子呢 會走在公路上面 然後呢 再 再照到更小的路 然後最後再繞回去什麼? 心臟 心臟是會跳動 把血液呢 持續的運送 那往回走的 我們把它叫做靜脈 往回走叫做靜脈 靜脈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回到心臟的血 叫做靜脈 這樣講嗎? 好 那但是我們有微血管 微血管 那為什麼要有微血管呢? 因為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細胞需要什麼? 你的大腦需不需要養分呢? 要 你的手要不要養分 你的膠質頭要不要養分 那這些細胞稱為什麼呢? 我們把它稱為叫做組織細胞 我們身上有很多一個一個人的組織細胞 這些組織呢都需要什麼呢? 需要養分 需要養氣 所以呢 他們的運送方式就像那個 宅配一樣 那個車子呢 會開到你家門口 把東西給你 可是不會把車子開到什麼? 拍到你們 開到你們家裡面去 你知道嗎? 它只會在門口 然後就會把東西給你 所以呢 這些組織跟尾血管裡面的東西 會進行什麼交換呢? 物質交換 所以這個方式呢 是用擴散的齁 然後呢 你的血球都在哪個地方? 血球都在哪裡呢? 都在血管裡面流動 這是血球 血球會不會跑到血管管裡面去呢? 不會 就是只有在管子裡面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 一直流 那養分會透過擴散的方式怎麼樣? 傳給這些細胞 所以細胞跟血球會碰在一起? 不會 你知道嗎? 就是只有擴散出來 那個養氣啊 養分不算不算 可是血球不會跟你的組織碰在一起 知道嗎? 不會直接接觸 可以嗎? 除非你受傷了 但是呢 這種叫做避所事 避所 但什麼叫開放式 開放式的話就是 他也是有心臟 他也有動脈 他也有靜脈 但問題是 他有沒有微血管 所以呢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血流到這邊就突然怎麼樣? 全部跑出來了 然後跟誰混在一起? 跟這些組織怎麼樣? 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就是這邊慢慢吸回去 所以吸回去的時候就會 混在這 真的很亂就對了 不像這個沒有規律性 那這個的話就是 他的血球就會跑出來 你知道嗎? 血球就會跑出來 所以他的血球跟組織是怎麼樣? 混在一起的 也就是說 如果是那個宅配 他直接開到家裡面 然後裡面有一大堆什麼人都來 也有收垃圾在一起 就是混在一起 所以他們的血球跟組織是混合的 你知道嗎? 這種叫做開放式 那上面這種叫做什麼呢? 閉鎖式 這樣了解的差別嗎? 當然我們對開放式不會講太多 就是只有介紹到這裡 所以 哪些屬於開放式呢? 昆蟲 蟑螂 蜘蛛蟻蟻 這些都叫做開放式 那閉鎖式像是 人 或者是球蟻 都是屬於閉鎖式 可以嗎? OK 所以就先到這邊 幫我切一下好了 好 謝謝 谢谢大家